謝謝你 謝謝你 法律部門 我們只是一個小小的老百姓 我們所賺來的錢 一分一毫的血汗錢 都是非常辛苦 來買這個家買到第三床 買到了1200萬 在國安部這個地方非常不容易 特別是我們國安六村 還有松山機場的自救會 都能夠在國安部這個地方 能夠第一次共同在這個地方來澄清 我想這個算是歷史性的重要一刻 那我介紹一下我們那個 士林北投區的這個市議員參選人 候選人王毅揚 19號王毅揚 加油 今天也難得 我們那個市長候選人唐新民 唐博士 他也住在附近 他也來跟我們聲援 那唐博士今天 因為今天只談他們的事情 所以我們這個市長選舉 我們是不談的 不談市長選舉 這個受災戶的問題 那今天來澄清的是包括國安六村 國安六村有包括居安新村群治 有包括群治新村 居安新村 光復新村 中校新村 中校二村 之一路散戶 之一二村 總共有六處的這個 屬於國安會 以及國安局的這個老舊建村 那這個 今天來國安部陳情 特別有意義 就是因為 邱國正邱部長 擔任過國安局的局長 所以呢 坦白講他對 應該這個國安六村的問題 有一定的了解 那麼同時呢 這個 除了這個 國安六村之外 我們有松山機場 國仔製救會 那包括這個 郭泰松會長 郭泰松會長 還有他的父親 因為他的房屋的問題 也害這個他父親的田也被拍賣了 所以呢 這個 他爸爸因為這樣子 本來在種的田也被拍賣 實在非常可憐 在國安六村 那個松山機場的 員建戶裡面 包括 劉泰平 他爸爸就是當時這個 松山機場 國仔製救會 當時的發起人 是劉中將 劉凡中將 是黃埔一起的 是黃埔一起的 這個 當時這個 出來籌組 蓋整個這個 以國民住宅的名義 以國宅的名義 蓋的這個松山機場的 這個 這個 眷戶 那為什麼這個 他們會站在這個地方呢 其實真的是 求助無門 走投無路求助無門 非常可憐 那譬如說這個 我們先談這個 松山機場這個 國仔 我們都知道這個 國仔是可以自由買賣的 而且國仔是有產權的 他們都有 房屋的所有權狀喔 那都有房屋的所有權狀 而且國仔是國家的政策 結果國安部呢 竟然用民事的使用借貸 把他們告 然後呢 一審裁判會要繳 比如說裁判會繳 上百萬的 非常的可憐 根本繳不起裁判會啦 輸了你也繳不起裁判會 然後因為這樣子他們這個 本來是一個政府的美意 照過這些當時的軍人 還有包括這些軍艦 那麼所以呢 非常早期的國民住宅 結果呢 最後竟然被掃地出門 而且要賠好幾百萬 那從來沒有一個有決策性的人 願意坐下來盯聽他們的聲音 所以呢 真的是求助無門 非常可憐 那麼 國安六村 國安六村呢 你看看這個 今天這個 我們胡博士拿了這個 是李傑部長在 民國95年10月3號的函 那麼李傑部長這個函呢 講得非常清楚 李傑部長這個函呢 不是國安部呢 隨便寫出的公函 國安部是根據老舊建村的審議委員會 審議委員會經過很長的 從民國85 民國84年 老舊建村的改建條例通過之後 那經過很多很長的努力 經過了10年 10年的努力呢 那麼才由 老舊建村審議委員會 正式的審議通過 正式審議通過 李傑部長才發喊到行政院 這個是陳水北時代 陳水北時代的李傑部長 做了這麼勇敢的決定 所以證明說 李傑部長沒有錯 國防部著視金飛 真的 李傑部長這個函具有拘束力 應該要這麼講 就是李傑部長這個函 不是說 部長講的這個行 以後的人隨便把它推翻掉 這個 這個就是一個非常嚴重的誤解 就是說你的行政處分 你的行政的認定是 具有拘束力的 我們應該要了解 這個是具有拘束力的 不是說 後面來個部長 前面的部長講的都通得不算數 那這個老百姓怎麼承受呢 不能過軸勢今非 這個我們要特別談到說 為什麼 我跟這個 我們國安六村的一直談說 你們在討論這件事情 非常重要 李傑部長答應這件事情 而且正式的公穩到行政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依據 那是整個 國安部要做成這個決策 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然後呢我們再看看 當時這個李傑部長這個函之後 那麼行政院怎麼答覆 那麼行政院的這個秘書長的答覆 他說這個 本案是否為國軍老舊建村改建條例 規定的國軍老舊建村 是否應補納國軍老舊建村的改建總策 應由國防部本於主管機關全責認定 再依程序報請行政院補納老舊建村改建總策 那這個講得很清楚啊 是國安部應該本於全責認定 可是國安部領捷這個函就已經本於全責認定了 他已經本於全責認定 所以呢等於是國安部這個 這個人認定是一個有全責的認定 而且行政院也認為這個有全責認定的就是國安部 所以等於老舊建村這六村列為老舊建村已經是40認別 現在只是有關這個後面的報準的程序的問題而已 然後呢他第二點提到說 查前國安局列管光護居安新村兩村 納國軍老舊建村改建總策案 國安部均先完成原建戶認定 如果照這兩個照前面這一段的話 就是等於光護跟居安拿到完成程序的一樣 照這個講法好像已經完成程序了 然後呢這個 那本案呢台北市群治新村等六處 眷村國安部尚未確認 嚴眷戶的身份資料 及先行補納改建總策的做法 事以嚴定程序不符 國安部再行業 那麼這個部分只是一個程序的一個問題而已 這是可以補證的 可是呢從95年11月16號到現在 已經102年10月24號這樣多少 那麼已經經過7年 這7年的時間呢 17年 對不起17年 時間過了經過了16年吧 今年111 經過16年國安部沒有補證這個程序 所以呢我們今天來這邊呈請 就是希望國安部 因為經過了16年漫長的時間 承辦的人員也換了很多 我們今天來其實應該是訴求 國安部不要再著視金揮 回到李傑部長跟行政院 那麼95年11月16號的這個公文 那麼重新回到這樣的公文的基礎 趕快把六村補納 進入這個建改總策 我想這個是今天主要的訴求 那因為邱部長曾經擔任過這個國安局長 所以我們認為邱部長應該做下來 這些都是你的故舊部署的這個 大部分都是故舊部署的後代 應該請部長排一下時間 來跟大家對話 聽聽大家的心聲 我想這個是主要的這個訴求 那麼第二個部分呢 有關這個松山機場的部分 那我們也必須要跟大家再報告 因為國民住宅條例 像郭太松他們就是被認為說 他有買賣了 甚至有人到法院去拍賣來的 那這個國民住宅呢 根據國宅條例是可以自由買賣 這是法律民文規定的 結果呢現在呢 國安部那麼用民事的規定 這幾戶那麼都是用判決確定把它拆除 可是國宅這是一個國家的公法政策 這是一個國家的公法政策 不是一個民事跟你借地來隨便蓋房子的 是國家的政策啊 一個國家的政策 你怎麼可以說這個是一個民事的 來給你蓋房子 跟你借來蓋房子 亂講嘛 根本就不通的事情 而且法律民文規定你可以自由買賣的 你竟然可以這樣公然違法 所以呢 我想難怪他們真是吞不下這口氣 因為社會各界大家都知道啊 國宅可以買賣啊 這是已經變成社會的一個一個常識啊 所以呢 而且又有所有權狀可以保障 所以我們認為呢 為什麼郭代松他們父子 那麼這麼這麼可憐的 要常常來這邊陳情抗議 因為那個房子跳掉了 他根本就買不起房子了嘛 真的就買不起房子啊 你在台北怎麼再買不起房子 買不起了嘛 所以真的是變成一個無殼蝸牛 真的是變成無殼蝸牛 好像可以去做房子而已 那所以我想這個就是今天來的訴求 我想也讓我們在座 來做為安的警察同仁跟這個 我們國安部的同仁能夠理解 他們都是無可奈何才走到這個地步 今天不是大家這個刁民啊或什麼的 國安部應該坐下來好好聽 這時候都是你們的故舊部署 怎麼會輪到我這個過去是民進黨來關心這個呢 那現在民進黨不關心 國民黨不關心 為什麼我們會來關心 這是一個人權的問題嘛 對不對 你法律訂在那邊 你公文寫在那邊 你都不承認 這什麼法治國家 對不對 這個就是我們 我們是不得不站在一個捍衛人權的立場 那麼才這個站出來講 幫他們這個申冤啊 這個大概是 我跟大家說明這個原委跟理由 謝謝大家 各位警察朋友 還有國安部的來這邊的 建築的同志裡面大家好 還有所有的建村的 包括我們要選台北市長的 示範志市長 請大家來支持他 還有我們的那個唐博士現在要選台北市長 唐欣銘博士齁 還有我們的王毅陽要參加這次的士林別頭的議員齁 我們來熱烈的掌聲齁 我是松山機場國宅自救會郭太松 我的房屋是國民自宅 竟然被國防部公華頓入司法 之所斷選擇性 搶購我的房產 害我無家可歸 請國防部應以改進 別請妥善處理 這是監察院監察委員所調查出來的報告 我的家在107年年內15號早上 在國防部沒有通知 警察沒有通知 早上就來執行脫席搶奪 裡面所有的財務被國防部搶奪了10期卡車 裡面有貴重的物品 現金126萬都服役而揮 我們人民百姓一生辛苦買來的房屋買到第三所 竟然就這樣被國防部白白的搶奪了 人民非常辛苦 一分一毫賺來的血汗錢 我們非常無奈的傷痛 我經常給我爸爸 現在98歲的高齡到國防部大員來這邊 陳情抗議 國防部的人員 你們知道嗎 你們有滿目的回答嗎 到現在我們的房屋被移為民地 架設了國防部綠色的鐵絲網 唐登國防部正以貫德建設 正在蓋豪宅 為什麼國防部要強拆民債蓋豪宅呢 這個就是官商勾勅 人民百姓 一身辛苦賺來的錢 就買了國防部的國民住宅 就這樣被我們的英雄國金來搶奪 他說 我們知道 我們國防部的英雄國 了解財政壓力問題 你們可能也很難爭取到 足夠的公務預算 去做國軍的老舊捐身改建 但 再怎麼說也不能夠去犧牲 這麼多百姓的權益 所以我們希望邱部長 可以認真地看一下這問題 因為今天這件事情說到底 國防部自己的公文已經寫了 這六村就是老舊捐身 這是你們國防部自己說的 而就拖了十幾年到現在都還不承認 這我是覺得非常荒謬 所以就是說希望我們的邱部長 可以正式回應這個裁員 好好處理這些捐改 國軍捐身捐改的問題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